注意看 嚣张的日本选手又在发布会现场 故意闹事 想发了疯的野口 冲上来就对着中国选手 全打脚踢 最可恨的是 现场的工作人员 竟然都阻拦中国选手 只有一人在假装阻拦日本恶徒 只是摆了名的 不让中国选手还手 故意针对 而日本恶徒打完人之后 依旧是不依不饶 拿起了麦克风 问候中国选手的祖宗十八代 破口大骂 相当难听 你们中国人有什么不服的 打你们是给你们面子 我不嫌手脏 你们就给我忍住了别喊疼 我随便拿点零花钱 都能砸死你们 骂完人之后 他依旧是不依不饶 又一次冲上前来 想要继续殴打中国选手 经过调查 这个日本恶徒 已经不是第一次 当中对中国选手大打出手 甚至还敢当中飞踹中国教练 他就是臭名昭著的 日本富二代拳王 卢泽隆成 在他的字典里 绝对没有尊重两个字 他以欺负中国人为荣 在每一次击到中国选手后 不是像狗一样 吐出舌头 嚣张挑衅 就是从中国选手的头上 跨过去 疯狂羞辱 甚至还当中 践踏中国选手的头颅 想要置于此地 然而直到他的出现 终于让这个日本恶徒 知道了什么叫做 天狂必下雨 人狂必受罚 好 朋友们 注意看眼前这个一脸没锁 一脸小胡子 哎呦 还有抬头纹 光是看到他的脸 我就能想到三个大字 小日本 没错 他便是来自日本的富二代拳王 卢泽隆成 没错 他的父亲在日本 是一个房地产商 非常的有钱 所以他的所有比赛 能打赢的 他就打赢 打不赢的 花钱也要打赢 好 注意看眼前 这个眼神凶狠 感觉随时随地 都能吃了对手的小伙 他便是 来自新加坡的 华裔拳王 亚南 亚南常年征战于日本拳坛 专打日本人 他早就看这个卢泽隆成 早就不爽了 而这一次对方 正好是撞到了枪口 在发布会现场 对亚南动起了手 好 裁判还没说开始 对方就踹了过来 后手打跪了 一次度秒 非常的清晰 我们看亚南 还要冲过来 要不是裁判阻拦 我感觉他会继续动手 看卢泽隆成 这个小日本子的表情 他明显 是有点发懵 好 比赛继续 漂亮 击倒 但这下是重心失衡 有点可惜 我们注意看 对方的身形 瘦得像一根马杆一样 吸胳膊 吸腿 我真怕亚南 把他的小胳膊小腿 当成打断 注意看 对方的双手 放得还是很低 几乎是不做防守 还是非常嚣张 好 漂亮 第一扫有效果 立方的小腿 看着很细 果然是不惊踢 亚南在下把劲 尽可能是 踢断他的细狗腿 你放心 我们中国人都支持你 这一下 又是重心失衡 没有给到独秒 目前已经是连续击倒了 应该是第四次 哦 第五次 刚刚吹巧都踢飞了 哦 第六次 这下是推倒 现在小日本自己是满头大汗 已经慌了 哦 漂亮 前手打中了 连续的补刀 对方明显还是有些晕 哦 漂亮 第七次 第七次击倒 哦 打对眼了 眼神已经有些涣散 还能起来吗 你还能站起来吗 哇 这场比赛非常解气 非常的过瘾 正所谓天狂必下 与人狂必受罚 这场比赛 这个小日本子 终于是遭到了惩罚 非常精彩 让我们恭喜这位龙的船人 亚南获得比赛胜利 连续七次击倒对手 太给力了 好 再次恭喜 好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